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刘权十番棋第六局 如果他能取胜就可以击败对手 开局是过攻炮 对战左中炮 那么红方他要打狙 黑方准备压马 平炮准备随时补香 那么黑方掉狙过来之后 他是要从中足 准备攀马 那红方就对 对完之后这个其他简单一将 这边对局 红方求先手 黑方上马之后放弃这个足 他的目的就是将来随时可以把对方马赶走 但对方又可以踩炮 所以他不急 把对方引开之后 然后再对 将来这个马一上 摁住以后一打 到这的话红方是多一兵 但是黑方他足可抗衡 这样的话应该说就是一盘合起 比方就往这一走 再来上 就可以把冰消掉 虽然你能看住 他马往这一上 有一个冲冰的起 你不吃他对掉了 你一吃他先机后取 最终还是冰吃掉 所以这样的话 双方占平 看下一局 好 有 如果 女人 小 主 跟 人